我们请雄领弟兄带领我们这一节开始祷告 另外关于我们实际生活的神学课程 我们在网上已经放了很多叫做基督教伦理学 去恩阅教会找就可以了 恩阅教会的网址是RBPC一点SG 新阅旧阅的阅恩阅教会新加坡恩阅教会 你到哪里呢 RBPC.SG恩阅教会你要冷静一点 现在他们的首页比较复杂 有他牧师的照片 有长老的照片 执事的照片才轮到我很低很低的 你看到我的照片再点击进去 有课程 有电子书 电子书包括真与生命 比如说 我们也不够货 所以你们就直接download 包括彩色封面 你就可以自己印了 你拿去复印店就可以了 那基督教伦理学是很长很长 还没有完成的 我们从今年年初在东京 马来西亚到处录一片段片段片段 就是讲十戒 但你听那个十戒是很丰富的 几百奖 现在一百 我忘记多少奖了 已经讲了 好多 我都数不清 慢慢听就是了 所以我们不是不讲实际的 一讲起来就丰富到 不是一两句话可以交代 第十二段经文 第十二套经文 A B C D E A 哥勒西书第四章第五节 请来读 来 你们当爱惜光阴 我大概是五十二页 对不对 五十四页 五十四页最下面 你们现在比我多了四页半了 好 你们当爱惜光阴 请读 以弗所书五章十六节 来 保罗说要爱惜光阴 假如自义的翻译应该一作 要救赎光阴 Redeem the time Redeem the time 要买赎时间 条件或者是原因 所以因为现今的世代 是邪恶的世代 以弗所书第五章十六节 因为现今的 对不起 要Redeem the time 那这个time那就不再是I own了 这time是Kairos K A I R O S Kairos 要救赎Kairos 因为日子邪恶 Hei Merai 日子 这里翻成世代 原文是 Because the days are evil 日子邪恶 所以要救赎时间 时间 要救赎时间 因为日子邪恶 这里讲的世代 就是日子 也要从很广阔的角度去理解 不只是我个人生命中的光阴 要买一本Planner 或者搞好我的Google Calendar 每天要做什么 不是在讲那个爱惜光阴 乃是上帝赐给整个教会 交托给整个新月教会的时间 NIV是这样翻译 Make the most of every opportunity 抓紧所有的机会 这里就失去原文的味道 但是我们是这样被教导的 但是我们是这样被教导的 我也是 那这个呢 我们要好好的掌握的机会 是整个救赎光阴的一个小部分 你现在看到那个大的图画 那这个是应用 这样子应用这段经文是对的 好 罗马书十三章十一节 我们来读 来 对不起不是那里 还是下面 在这 我们得救的时刻 比我们起出信的时候 又更近了 得救 当然是指将来得救的时刻 比出信的又近了 这个是罗马书第十三章 第十一节 我们得救 那个 对不起 第十一节 你们晓得 现今就是该趁早睡醒的时候 你们知道 时候 Kairos Kairos 你们要晓得这个时候 It is now an hour for you to be raised out of sleep 就是你们现在要从睡中醒过来的那个钟头 那个时刻了 你要晓得Kairos 时间 现在是睡醒的时刻 这里有两个 两个时间的字的 因为我们得救 比我们出信的时候近了 那里就没有时候那两个字了 再来一次 我们得救 比出信的更近了 没有时候这两个字的 上面是有两次的 你们要晓得Kairos Kairo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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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白时间 现在就是要睡醒的时刻了 因为我们的得救 比以前出信是更近了 第一 哥林多前书第七章 二十九节 请来 来 听说 我对你们说 时候减少了 从此以后 那有戏子的 要像没有戏子的 好 我 我现在这样说 兄弟们 后 Kairos 时间 减短了 就是 time 减少了 也是Kairos 所以跟上面 所以跟上面 所以跟上面那个小的时候 那是同一个字 Kairos 在上面那个救赎光阴也是Kairos 这是另外一个字 讲时间 时间 Time这个Kairos 这时间就要向中人行善事 所以总的来说 至少我们可以说 这个时间是上帝所命定的 而且是与这个救赎光阴这个时间 是与现今邪恶的时代所相对的 所以当然就是在这个新世代里面的时间 时候已经满了 但末世 这个末世的时间要掌握 要醒过来 时间是越来越少的 因为我们已经在这末世了吗 所以既然有这个时间 有这个末世的时间 越来越少的时间 就要行善 这里不是在讲I own 是在I own里面的时间 不应该说不是了 不过是另外一个角度来看 所以个人的掌握机会 是要从我们这个大的图画来看 时候短了 现在的这个I own的时间越来越少了 对 现在这个I own的时间越来越少 所以要掌握机会 好 第十三段的经文 加拉台书第三章 二十三和二十五节 来 但这因信得救的理 还未来以先 我们被看守在律法之下 直宣告那将来的真道显明出来 但这因信得救的理 既然来到 我们从此就在师父的手下 其实应该这样翻译的 但这信还没有来以先 我们被看守在律法之下 但这信既然来到 这个信是信心的信 那中文就把它 广东话说话出场 你把都讲出来 事实上是这个信的对象 耶稣基督还没有来之先 现在这个信的对象 耶稣基督已经来到 是这个意思 那重点是 借着信心的称为 义领受圣灵 那下面呢 他有解释的 总结 保罗从加拉台书第二章 十六节就一直开始发挥 说人不是靠守律法的行为 被称义 那是借着信基督而称义的 那保罗在这里讨论 那律法呢 律法的起源 公用是什么呢 保罗坚持着 靠守律法得救 是与靠基督得救 是完全相反的 但上帝赐下律法 并没有违背 他拯救子民的计划 律法不是邪灵那里缘起的 律法是上帝赐给 应许给亚伯拉罕之后 上帝赐应许给亚伯拉罕之后 四百三十年所赐下的 律法是为了应许的缘故赐下的 律法是要服事 是为了应许和应许的应验 应验的时候怎么样呢 就是亚伯拉罕的后裔要承受产业 保罗在第十九节说 律法是为了罪的缘故赐下的 为了过犯的缘故天上的 教律太书三章第十九节 罗马书五章二十节 律法本是外天的 叫过犯显多 然后罗马七章十三节 那良善的就是律法 叫我死吗 恶极拉 再回到加勒太书第三章 二十三到二十五节 这个律法 在信还没来之前 就是我们的训盟的师父 引我们到基督那里 律法成为我们的师父 直到基督来临 因此这个并不是上帝 赐律法的目的 就是靠守律法 得救不是上帝赐律法的目的 在上帝的计划里 信和律法是对立的 这个是历史上宏观上的对立 不是指个人经历里面的对立 保罗说 小二二点 基督还没有来之前 没有信 虽然很多传道者 讲解第二十四节的时候 都认为是指个人的经历 可是第二十四节 并不是形容个人 生命中律法的效果 感动一个人 扎心之罪 不是律法的目的 不是这个因为所以 乃是直到 直到我们到基督那里 这个直到不是讲律法的目的 是讲时间上的直到 律法是我们训练的 师父直到基督来到 保罗怎么能够说 直到基督来之前 人间没有信心呢 信的两重的意思 信就是信的内容 不仅仅是信的行动 比如说 犹大书第三章 对不起 犹大书第三节 要为从前一次交付圣徒的信 我们中文把 也是画出场 把那个解释都解释进去了 翻译 他连解释都做完了 不是翻译了 从前一次交付圣徒的信仰 节力的争辩 所以信这个字可以指信仰 信仰的内容 保罗肯定不是在说 基督来之前没有信心 谁是模范的信徒 你看雅伯拉就知道了吗 有啊 有信心啊 C 保罗这里用信这个字 作为一个短称 一个以变盖权的写法 他真正在讲的是信心的内容 直到信心的对象 就是耶稣基督来到 所以第一 我们必须要看到保罗 在这里多么的强调 这个救赎历史的视角 信心 阴性称义的道理 要从历史的角度去理解 很多时候我们处理 阴性称义的时候 没有看到这一点 我们要注意 阴性称义不是一个 超时空的安排 好像在永恒里 已经决定了 耶稣基督只不过是配角 只是一个computer program 一套的项目 砰丢下来 不是的 称义不仅仅是一个 超时空的世间 事情也不是一个存在主义式的经历 称义是约里面的事 是关乎耶稣基督的大事 耶稣基督死跟复活 才是称义的焦点 他复活是教人称义 罗马书第四章二十五节 因信称义必须要靠神的儿子 在时候满足的时候来临 称义的合法性 在乎基督的来临 因为称罪人为义的神 那是在基督里 就因为他的缘故 称人为义的 所以因信称义必须要 从救赎历史的角度来看 包括亚伯拉罕称义 也是要从救赎历史来看 怎么意思呢 亚伯拉罕称义是因信 因他信上帝的应许 我们因信称义呢 是因为我们信上帝的应许 已经应验了 因信称义的有效性 完全在乎上帝 应验了他的应许 这样我们才能够了解 什么叫因信称义 连亚伯拉罕的信心 也是在乎上帝 应验他的应许 假如亚伯拉罕信那个应许 后来没有应验的话 那是白信了 突然了 所以亚伯拉罕信的是 那位上帝必定应许 他所信的是上帝 必定会应验的应许 最后的结论 这一段的目的 就是温习一些有关的经文 给我们对保罗的职份 有正确的理解 我们要这样的来理解 保罗所传的信息的 让我们认识这种历史性的 神学性的视角 保罗的事工的处境是 一个整个救赎历史里面的 一段 我们要从整个救赎历史的 过程来看保罗 保罗他是信徒 我们也是信徒 这个都要从救赎历史的 角度来理解 我们是谁啊 我们就是默示 已经临到的人 我们活在 时候满足的时代 就是上帝差遣他儿子的时代 我们活在新创造的曙光 曙光已经来到的时候 这个给我们一个角度 一个立足点来回顾 耶稣基督死跟复活 这个高峰事件 我们的救赎是一件 历史上的事实 胜利的日子已经来了 先前的阴暗 战争没有完结的时代 暂时的等候应验的时候 已经成为过去 至终至终成为过去了 应许都应验了 最后的末世已经来临了 这个Aeon 这个Ion是要结束的 或者已经结束了 从旧的到新道 保罗说 我们是这个奥秘的管家 就是现今显明 给圣徒看的奥秘 保罗说我是这个 奥秘的知识 保罗说强调的是 现今已经应验的 现今已经来到的 这个事 当然他没有忽略将来 还要来临的事 保罗从他的角度 很清楚地意识到 有一件伟大的事还没有发生 就是耶稣基督再来 这件事呢 掌握着我们的现今的 等候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显现 基督诺前书第一章第七节 我们热切地等待主耶稣基督 有一天要显现的 参考提多书二章十三节 等候至大的上帝和我们救主耶稣基督的荣耀的显现 第三 保罗一方面强调将来 同时又强调现在的 已经已经应验 这并不是表示保罗的信仰不稳定 不是 没有混乱 不是的 是不是混乱 没有 他的思想中 未来的盼望和现今的已经应验 是一件事 是一个整体 上帝赐给我们 未来是与我们的过去一起赐下的 就上帝给我们盼望 是与耶稣基督的复活 应验的他的应许 是一起赐给我们的 未来就是未来 我们对未来所盼望的事 一定会来临 因为上帝已经成就了应验 在救赎历史中 希腊文的过去事跟将来事要一起来看 不要分开 我们要了解旧约的背景 旧约的焦点是 有一天主要来 但是主耶稣基督的第二次再来 第一次来呢 对旧约的现代来 他们是看得清楚 好像用一个镜头的望远镜来看 他看不到 远远他只看到一个山顶 没有看到山顶 后面还有第二个山顶 他们只看到一个而已 保罗和其他圣经的佐者们 讲到将来的时候 都说将来很快就到 他们的教导是 主耶稣再来很快就到 他们为什么这样讲呢 五十八页 不是因为他们有什么内线 我们不要好像一些的 主再来那种的预言式的 讲员等等 猜测主再来的日子 他们说主再来的日子近了 不是因为他们想错了 就保罗啊 圣经的作者们说主来的日子近了 不是因为他们搞错了 他们这样说是因为耶稣基督已经复活了 他必定来因为他已经复活 因此将来的事就好像随时会发生一样 快来是指整个救赎历史来说的 我们处在一个关键性的一个时代 什么呢 只剩下基督再来了 不论要等多久 已经发生了事 因为那个已经发生的 就是耶稣就复活 将来的事快要发生 这里要表达的是 整个救赎历史的肯定性 正如过去这两千三千多年四千年 神已经应验到的应许 剩下最后一个 他必定会应验的 经文就清楚说明 保罗是怎么看他的生命 和信徒的生命 我们是在第一次跟第二次基督来之间 铁钱一章第十节 要等候他儿子从天降临 就是他从死里复活的那一位 所以我们要离弃偶像归向神 一方面等候神的儿子再来 另外一方面基督已经复活了 已经复活了 好 下面第一这一段讲什么呢 讲保罗修正这个两个世代的架构 我们只念一些经文 就好了 不需要每个字都去读他 有一段经文是这样说的 基督来说第六章第五节 藏过上帝善道的滋味 觉悟来世全能 这里形容现今圣灵 在教会生活中的工作 来世未来的全能 未来的能力 已经在教会里存在 不需要等到来世的 来世全能有神迹的意思在里面吗 来世的全能 有没有神迹啊 神迹的意思在里面 主要是讲圣灵的能力 好 从第五十五十九 你们可能是六十四页 这一段讲什么呢 这六十四页开展 这个第一 好 你看我的手 以前是今世来世 现在是今世一直还没有完 来世已经开始 所以是下面这条线到这边 这里有一条线 耶稣再来 这里有一条 耶稣降临或者复活 降生或者复活 然后来世已经开始 一直到永恒 今生今世已经 还没有结束 来世已经开始 这个就是保罗怎么样修改了 犹太教的这个今世来世 今世末世的概念 以前是OK 彌赛来 就末世开始 但是明天已经来了 结果是他还要再来吗 所以这个旧的还没有结束 新的开始 我们要翻到一个地方 大概是你们的七十到七十一页 那里有个小A 说现今的事实乃是信徒已经在哪里的 看到没有 大概第七十页 七十一页 OK 那现今的事实是 耶稣基督已经复活 已经升天了 而且我们已经与基督同丁十字架 同复活了 那耶稣基督升天 回到七十页 对信徒的经历是有真实的重要性的 耶稣基督升天的意思乃是说 信徒真实的存在 对不起 信徒真实存在的所在 已经改变了 就是我们已经在天上 所以回到第七十一页 现今的事实乃是 我们已经在天上了 原因是因为 耶稣基督 不是因为我们 是因为耶稣在哪里 我们也在哪里 保罗在第十九节 末了说到基督的工作 祂已经坐在天上 因为祂的复活 因为祂升天 耶稣坐在天上 以弗所说一章十九到二十节 请注意 神要给我们的能力 那个福分是属灵的 是指圣灵的工作 以弗所二章第六节 当我们还在罪恶过犯中 上帝使我们与基督一同复活 一同坐在天上 这件事 特别与主耶稣的复活 与升天有关 就是我们与祂同复活 同升天 以弗所说的 我们来读 以弗所说的二章第六节 来 好 下面腓里比书三章二十节 请来读 我们却是 我们已经坐在天上 我们是天上的国民 当然我们还在地上 等候耶稣基督 好 再跳一页 到大概七十二七十三页 哥勒西书三章第三节 来 因为你们已经死了 你们的生命与基督一同藏在上帝里面 你们的生命与基督一同藏在上帝里面 怎么说 耶稣基督坐在天上 坐在父神的右边 而我们的生命的本身 乃是与基督一起隐藏 在基督里面隐藏的 所以我们的生命在基督那里 基督在哪里 在天上 所以我们的生命隐藏在基督里 所以从一个属灵的 或者圣灵的工作的角度来看 我们的生命在天上 我们的生命隐藏在基督里 就等于 耶稣基督在天上 我们来读 哥勒西书三章第四节 来 基督是我们的圣灵 他显现的时候 我们也要得到 我们现在是要的荣耀 好 所以耶稣基督有一天要显现 那耶稣基督就是我们的生命 就是我们的荣耀 现在的是隐藏的 我们在基督里 我们的生命在基督里 将来就要明显了 好 总结 一方面是已经应验 因为还没有应验 已经开展了末世 旧约时候被期待的层面 那个期待的末世已经应验 已经来了 时候已经满了 末世已经来了 世代的末了 时间的末了 已经临到了 新世代 末世已经展开了 但是我们又是在等待 主耶稣基督就显现了 还有一个没有来临的 还有为灵的 有以灵又有为灵 所以我们现在注视的是天上的层面 那么这三个层面已经来了 还没有来 还有在天上的关系是什么呢 那就是那个 我们刚才所画那个 以灵就是一个左手边那个短短的水纸的线 为灵的将来那个 但是我们现在注视的是天上 就是上面那条线 第七十五页 腓立比书第一章第二十三节 我们来读 我正在两难之间 所以留在世界上 或者回到天上与基督同在 两样都好 与基督同在是更好的 这个还不是身体复活 但是比现在在肉体中的生存是好得无比了 临后五章的八节我们来读 来 我们的答案 选与世线 愿意来生起与主同同住 是的 但是呢不是说我们可以选择现在就与主同住 只是说那个是最好的 这种心智 这种心智在我们敬虔和教会中的生活 要占什么地位呢 消极的是我们要求在上面的事 要思念上面的事 那哥勒西书第三章第五节 要致死地上的肢体 既然要求上面的事呢 就要致死这个肢体 与求上面的事是对称的 一方面是积极的 一方面消极的 那当我们读到 哥勒西书第三章第一节 说要求在上面的时候呢 我们再过一页 大概七十六七十七 哥勒西书三章十八到二十一节 二十一节就说 你们妻子的要顺服自己的丈夫 丈夫要爱你们的妻子 做儿女的要听从父母 做父亲的不要惹 儿女的气 在每天生活的层面 也要求天上的父 也要求天上的事 也要顺服 在每个范畴里面 都要过信心的生活 不是一个必失的人生观 意思就是说 好 你要求天上的事吗 你要求天上的事 就是因为这个 你就懂得回到地上来 爱你的妻子 爱你的丈夫等等 求天上的事 你已经在天上 这个天上的观点视角呢 就让你在地上 懂得怎么做 父母 儿女 妻子 丈夫等等 而波士纪 只是OK 我们得救了 好 现在我们卷起修子来 怎么样来干活 怎么做妻子 丈夫等等 你先要求天上的事 然后呢 同一章吗 哥勒西约第三章 本来第一节就说 求天上的事 讲到十多节 二十节的时候 都是讲地上的 要从天上的角度来看 地上 基督徒是这样的 整合的生命 两方面要连结起来 从基督徒的被升高 到圣灵的工作 所以看见 这个是下一段 要讲的 好 明白在讲什么吗 我们要求天上的事 我们已经在天上了 我们的生命是在天上 隐藏在基督里的 我在哪里 我在天上 你说我明明在地上 是的 圣灵已经把我放在天上 在基督那里了 好 我既然是要想天上的事 现在我在地上 要懂得怎么过 基督徒的生活 就除非我们 思念天上的事 不然的话 我们在地上的生活 就没有那个正确的观点 也缺乏一个圣灵的动力 所以今天呢 很多的 特别是家庭辅导 受到心理学的影响 哎哟 你们都是 原生家庭伤害过 你们就好好的 被治疗 你们就可以继续过一个 被医治过的生命 不是的 这个完全从地上来看 伤害 治疗 然后呢 彼此相爱 不是的 你从天上来看 然后回到地上来 是 求上面的事 跟求天上的事 这上面的事跟天上的事 具体的 是指与耶稣同在 具体的 对啊 具体的就是耶稣基督 追求耶稣基督 因为他在那里 他就是在天上 那我们感觉中 很注重耶稣的人性的 耶稣的神性无所不在 但是耶稣的 从人性来看 那位我们钉十字架 复活的救主 耶稣基督 在天上 你就求 那位天上的耶稣基督 当你说我要亲近主 你在讲什么 你要亲近那位 在天上的主耶稣吗 主耶稣不是你祷告 上司之后 那个 那个说不清楚的 很舒服的感觉 那个不是耶稣基督吗 耶稣基督客观的在天上 所以当你说 我要求 追求亲近耶稣基督 我们是说 我们就去那位 天上的耶稣基督 所以他跟那个 菲利比说里面 向着 Anser菲利比说 向着标杆直 对 是二十三十四节 不过你先要前面看 他愿意晓得 认识基督 晓得他复活的大能 与他一同受苦死 然后这个追求呢 是 是往基背后 努力前面 往着标杆直跑的 那追求基督 认识他 就是在地上怎么过 基督日子的 必须的 那个条件 那我们以前 我以前听那些 神神秘秘的信息 就讲天上 七个荣耀 十四个荣耀 光 听到 讲的都哭了 不晓得他讲什么东西的 OK 那我们这里也是在讲天上的荣耀 你也不晓得在讲什么东西 很奥秘 但是你要马上回到地上 就等于耶稣说什么 除非人恨他的妻子 父母不 不配做我的门徒 什么意思呢 当你从天上的角度看 耶稣是最宝贵的 一切都万事当作分土的时候呢 你就懂得怎么回到地上 爱我们的父母妻子丈夫儿女了 不是说真的要恨他们啊 那是爱基督 那个爱比一切 根本是不成比例 你从这个 与基督的关系 回到地上 来与我们的家人 社会等等等等 来相处 所以要思念天上的事 马上讲到地上 妻子丈夫儿女父亲 好 好 讨论一下 天上因此地上 来 彼此讨论一下 在讲什么 � crashes 奶昂 送到屁股 赛 讨论一下 留步 海赛 记得 虚勒 你 会 睡 后 对 爱 你们 爱 是 这么 詞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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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